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1978年创立以来的话呢 经过了将近40年的一个历史演进 我们衍生出了四大事业体 包括最主要的储位事业体 浸水事业体 空浸事业体之外 那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综合事业体 那也是目前整个在以新市林为比重 比较高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的产品线从一开始的塑料金属配件之外 慢慢的衍生到近期的无痕挂钩 那到最近我们跟美国的一些厂商 共同研发的运动水壶以及绿水瓶等等 这一些的话都是新市林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些产品线 那在整个集团的位置的话呢 大家刚刚也看过了 大部分整个建林集团的基地都是在厦门地区 而新市林位于整个建林集团的发源地 台北市的三重 基本上我们拥有了整个大厦门地区的一个供应链 以及内部集团的资源之外 我们也与宁波威林有非常紧密的接触 尤其是在各个大航空以及港口的部分 包括宁波港、上海港、厦门港以及台北港 加上有各地的一些自贸区以及空港的一些交通 都可以为我们的客人带来非常便利以及快捷的一些物流服务 那基本上整个建林集团以及新市林的话 在40年以来都打造了非常稳固的一些客户的一些根基 就是基于我们有四大能力 那在新市林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分别想要与您说明的是第一个产品力 第二个是我们的强大的供应链的一个网路 第三个是我们整个品质管控的一个品质力之外 那当然最后一个就是我们非常重要 能够带给客户一套式服务的服务力 那首先呢我想要跟各位说明一下 透过这40年来的一个眼镜 整个新市林可以带给您的一些产品的一些范畴 那这边的话呢我们看到是我们的浴室产品线 首先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些商用的 垫子的一些冲水器的一些配件 那接下来的话呢还有许多就是我们一些浴室的一些塑料的挂件 以及我们的管件的一些塑料的接头 另外在我们的浴室的金属以及塑料的挂件 刚刚也提过了之外的话呢 还有一些在浴室内许多金属的配件的部分 那当然最后还有我们下水许多管道的一些转接头的部分 这一些都是我们在浴室产品的范畴 那当然除了浴室之外的话 我们还有厨房产品的一些部分 首先我们这边看到的就是刚刚提到的 我们现在目前是3M全球最大的无痕挂钩的供应商 所以大家看到的这个塑料以及金属的挂钩 是我们在厨房里面最主要的一个产品线之一 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 还有许多在厨房内部一些塑料的一些配件 那刚刚还有提过 这一两年我们与美国厂商大力在推行美国中高端的运动水壶 这一块之外的话呢还有一些冷水壶的配件 也是这两年非常著名的一个产品线之外 那当然在厨房底下 我们在排水件金属以及塑料的一个转接头的部分 都是新士林最主要的产品范畴 那刚刚开完很大范畴的产品 以及我们厨房浴室的一些产品类之外 那我们这边看一下这两年比较显著的一些 比较成功的一些案例 这边当然就包含了我们的运动水壶 以及我们的冷水壶套件之外的话呢 这边也看到 那基本上所有3M在全球的无痕挂钩 大部分都是由新士林这边做整体的提供 那另外在新士林 我们也有自己的清格间的一个手工具的部分 那我们刚刚看到了我们整体在产品 以及设计的部分带给客人的一些服务之外的话呢 那当然我们在整个供应链的网路的话呢 也是新士林非常强大的一环 这边看到的话呢 就是我们整个供应链的一个网路 那除了我们这边看到的整个基地在台北之外的话呢 刚刚也提过了整个建林集团 在宁宫有非常强大的一些下水 以及空进产品的一些网路之外的话 那在整个包括说国内上海以及高雄的部分 另外还有在厦门的话呢 也是整个我们储备的一个基地 所以呢 整个新士林作用整个集团 在华南以及华东地区的一些供应链网路之外的话 我们的范畴还迫及了整个台湾 以及其他国内外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生产基地 那这边的话 那我们会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的供应链 能够为各位提供水料子的一些产品换出的服务 那当然这边看到的话呢 就是我们在整个材料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从橡胶 ABS塑料到铜 银合金我们的电子元件 以及不锈钢焊 我们的其他的一些套件之外 这些呢都是新士林可以为您提供的一些原料的服务 那当然的话呢 制程也是我们的破缺的一环 那这边的话呢 我将制程分成三大块 第一大块的话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ABS塑料的一些成型 第二大块呢 就是我们的表面技术的一些加工 最后一块是我们五金成型的部分 那基本上呢 我们拥有整个建林集团 非常强大的一些住宿的能力 所以整个建林集团 目前从厦门一直到宁波的话呢 都有超过500台 各型各样的一些高级的住宿机台 那为客人做任何产品的一些服务 另外一块的话呢 当然也就是在建林集团的业内享有非常高的一个荣誉的表面工程的一个部分 那所以想当然包括传统的CP电镀 PVD 还有我们的喷粉 还有我们的喷漆的部分之外的话 还有RUNNER非常独门的绿色电镀 我们通通称为RPVD 如果各位客户有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另一个时间 短短的跟各位也说明一下 所谓绿色电镀 它是怎么样带给整个环境 以及使用者环保的概念 那最后一块也是非常强大的 我们刚刚提到 从铜心合金不锈钢 直到电子元件 就是我们的五金成型的一个能力 所以在各种工艺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为您带来全套的一些完整的服务 那各位常常知道说 有了制程之外的话 那组装线在建林 我们也实施了将近十年的精益生产 那是由日本TPS 丰田精益生产的制造 我们把它移植到建林来 然后为了能够提供更高的效率 以及更高的产值给我们的客户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 我们的产品力 以及我们的 我们的 供应链力之外的话 那接下来更重要的话呢 就是新士林 可以为您提供准套延展的一些品质款 控的一些服务 那这也是我们必须要为 通过转换的最后一道防御线 所以呢 在产品认证的部分的话呢 在北美的部分 那当然我们也得到了 UPC 以及NSF的一些认证之外 那当然在其他国外的一些产品机构 包括ROSS 还有我们这边看到的 ISO 以及OSAV 那整个建林集团都获得了这些集团 以及认证机构的合可之外 那当然在品质管控的部分 最不可或缺的 就是我们实验室的一些能力 所以除了大家非常关心的 表面处理实验室 以及功能实验室之外 那包括在进水以及空进 那建林集团都已经投资了 数百万的美金建设了空进实验室 以及我们的进水实验室 所以在这一些实验室的部分 都可以带给客人整套眼镜 以及完善的一些测试服务 那当然最后一块非常重要的 我们刚刚提过的三大块之外的话呢 就是我们有非常热情 以及专业的团队 能够带给你全套一条龙式的一些服务 那当然大家会想说 透过了40年的一个经验累积 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带给客户 全方位的服务呢 那当然呢 就是说我们在座有许多 在行业内已经超过了20年的一些伙伴 那具有非常完善的一些行业知识 除了这些之外的话 那当然与客户频繁的交流 我们对于客户的了解 具有非常深刻的掌握 所以基本上 我们可以提供客人非常快速的反应 比方说 今天客人只要提供一些他们的想法 那我们可能从产品的开发 到供应链的齐备 以及到事后的一些包装 以及运输的部分 我们都可以非常快速的提供给客人 全方位整套的服务 所以几乎省了客人许多时间 以及内部行政上的一些资源以及成本 那当然 大家看到我们有这么完整的团队 那我们也是非常非常的热情 希望可以提供我们最专业的服务 那不让客人感受到我们的一些温度之外 那最后的话呢 就是刚刚提到的 整个建林集团 分布在厦门 台湾 以及宁波 那加上我们的供应链 网路 我们有非常快速的整合能力 那最重要的一点 集合这些能力 就是希望可以带给客人 最快速的一些服务 以及最有效率的一些解决方案 所以呢 我刚刚很快的 将新市联的背景 跟各位做了一个介绍之后 那也将我们的产品力 供应力 服务力 以及我们的一些品质力 做了一个很简短的一些介绍 那当然 这一些的话 都是将我们客人的需求 放在我们的中心位置 希望能够带给我们客户成功 所以呢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非常 明确的了解 一些认为 新市联 就是你最佳的一个 合作的战略伙伴 那我刚刚又非常简短的时间 为大家分享一下 新市联的背景 那不知道说各位 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会将时间交给 下一位的演说者 谢谢 结婚 我们如果是用作的 咳咳咳咳咳咳 cost